嗨,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用最传统的方法做一款好吃的发面饼 奶香十足,全程无技巧,无难度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放入普通面粉,1000克 这个我说的普通面粉就是中筋面粉 有好多网友私信我说普通面粉 其实就是中筋面粉 加入7克酵母 10克的白糖促进酵母的发酵 用700毫升的温牛奶和面 先把酵母化开,边倒边搅 有朋友可能要质疑我 为什么要和这么多的面 因为明天要出门去妹妹家 给妹妹带上 她们平日工作特别忙 顾不上做面时 都给她带去 所以多和了一些面 用筷子搅至大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烙饼的面一定要和的软一些 这样做出的饼才鲜软又好吃 看这个面团的软硬程度 特别柔软 盖上盖子 醒发半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制作一个油酥 碗中加入普通面粉 三小勺 加入10克白糖 做成一个糖油酥 如果不喜欢吃甜味的 可以改成盐 放点葱花都可以 浇上适量的油 搅拌均匀 油酥的部分就制作好了 经过半个小时的醒面 看一下这个面的状态 基本上已经在一倍大左右 这样即可 不要求全发面 只需要一倍大即可 案板上撒面粉 取出型号的面团 整理成长条状 不需要揉搓 揉搓面起筋 烙出的饼又干又硬 切成大小均等的五个面剂 取过一个面剂子 直接按压扁 擀成长条薄片状 表面刷成一层 我们制作好的糖油酥 擀成这样的大薄片 擀成这样的大薄片 用这个刮板给它涂抹均匀 然后从中间切开 注意不要切通 注意这个顶端不要切通 然后从边缘处一直往上 给它折叠起来 然后两边给它封口 把口封盐是防止漏酥 四个角往里一推 形成一个圆形的面剂子 整理一下 放在一边松弛五分钟 取过一个面剂子 整理一下 直接按压扁 擀成一个圆形饼皮 注意这个饼皮擀得不要太薄 表面刷上一层水 饼皮要有一定的厚度 烙出来饼层次更加的丰富 撒上少许的芝麻 这个芝麻是生芝麻 然后用擀面杖 再次稍微擀一擀 防止芝麻脱落 这样就可以了 平底锅一热刷少许的油 放入大饼 饼的表面也抹一层薄油 锁住里面的水分 盖上盖子开上下火先烙二分钟 二分钟后饼的表面微微鼓起 我们给它翻面 盖上盖子继续烙 烙至另一点变色 我们再次翻面 再烙一分钟 烙至饼的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按压边缘处 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出锅 家人们看着这个发面饼 想不想吃 有没有食欲 各个颜值都这么高 要多软有多软 掰开一个看一下 哇 看看里面的层次 真的是层次丰富 奶香味十足 全程没有复杂的步骤 简单又省事 如果您也喜欢吃发面饼 记得先收藏 我是海娟美食 我们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娟 今天用老面做一个好吃的发面饼 首先盆中放入一块老面 放入少许的温水 把老面抓散 老面抓散以后 放入少许的小苏打 然后放入一碗普通面粉 抓拌均匀 和成面团 面板上放少许的补面 拿出面团 搓入均匀 揉成光滑的面团 放入盆中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看一下 面已经发好了 案板上撒少许的面粉 拿出发好的面 揉一会排干净空气 按压一下直接擀开 擀成大薄片 擀成大薄片 放入黄油 这个黄油烙出的饼 会更好吃 涂抹均匀 把这个黄油涂抹均匀 从一侧给它卷起来 切成均匀 切成均匀的剂子 拿过一个剂子 两侧一拧 然后按压扁 这样就可以了 拿过一个剂子 直接擀成薄饼 直接擀成薄饼 烙一分钟 烙一分钟 给它翻个面 从边缘处给它放入少许的油 这是黄油 让捞出的饼更香 再特别的翻面 看看颜色特别的好看 全程不断的翻面 大约烙二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坚 今天用老面做一个好吃的发面饼 首先盆中放入一块老面 放入少许的温水 把老面抓散 老面抓散以后 放入少许的小苏打 然后放入一碗普通面粉 抓拌均匀 和成面团 面板上放少许的补面 拿出面团 搓入均匀 揉成光滑的面团 放入盆中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看一下 面已经发好了 案板上撒少许的面粉 拿出发好的面 揉一会排干净空气 按压一下直接擀开 擀成大薄片 放入黄油 这个黄油烙出的饼会更好吃 涂抹均匀 把这个黄油涂抹均匀 从一侧给它卷起来 切成均匀的剂子 拿过一个剂子 两侧一拧 然后按压扁 这样就可以了 拿过一个剂子 直接擀成薄饼状 这样就可以了 锅熠热 热了以后放入饼皮 烙一分钟 给它翻个面 从边缘处给它放入少许的油 这是黄油 让捞出的饼更香 再次给它翻面 看看颜色特别的好看 全程不断的翻面 大约烙至二分钟 就可以出锅了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海贱美食 今天用一斤面酒量水 分享一个好吃的软面发面饼 看一下 要多软有多软 大盆中放入450克的清水 加入5克的酵母 一点点白糖促进发酵 不吃糖的也可以不放 加入2克的盐 搅拌均匀 让酵母融化 看到酵母融化后 我们准备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2克的无铝泡打粉 搅拌一下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水中 搅成这样稠一点的面糊状态 然后我们下手给它摔打 重复同样的动作 不停的这样摔打 大约摔打三四分钟 看到这个面细腻光滑的状态 里头没有小颗粒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 密封醒发至两倍大 看一下这个面 经过半个小时的醒发 表面有这种气孔状 看一下里边 里边有蜂窝组织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面记住千万不要发过 发过烙出的饼 会微微有酸的感觉 这时候我们手上蘸一点点油 再把面来回倒一下 排出里面的气体 案板上抹一点油 取出摔打好的面团 从中间一分两半 给它整理成长条状 切分成五等份 一个面记大约100克左右 我们取过一块面剂子 由外向里给它叠加晕晕 然后用手筋给它揉圆 整理成圆形的面剂 这样就可以了 做好的面剂子 我们用手轻轻给它压开 压成碗口大小的薄面饼 平底锅预热 多防一些油 油热以后我们利用刮板 放入饼皮 边缘处不规整的地方 我们给它用手压一压 全程开中火烙饼 不要太小火 防止把饼烙硬 烙至饼微微鼓起泡的时候 我们转动一下锅壁 让饼受热更加的均匀 一分钟之后 我们给它翻面 翻面之后再转动一下 烙至饼的另一边变色 再次翻面 全程烙饼不超过二分钟 烙至两边都成金黄色 按压边缘快速回弹 就可以出锅了 教人们看一下 这样做的发面饼 特别的柔软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掰开看一下里面 里面特别的蓬松暄软 好吃做法还简单 喜欢的你动手试做吧 我是海娟 谢谢您的观看 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超级柔软的发面饼 简单易做 凉了也不会硬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放入300克普通面粉 3克酵母 5克白糖 用250毫升温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成面糊状 再用筷子搅拌2分钟 使面糊更加细腻 搅拌至细腻无颗粒的面糊状 盖上盖子 醒发至两倍大 按板上多撒一些干面粉 取出醒发好的面糊 利用干面粉把面糊整理成形 直接按扁 直接按扁 擀成长条状 均匀的涂抹上一层油 然后从一边给它卷起来 卷成这样的桶状 下成均等的剂子 拿过一根面器 右手向左手这边碗 按压扁 这样就可以了 电饼铛刷油 油热后放入生坯 开下火烙至2分钟 烙至底边定型 上面刷一层薄油 翻一个面 烙至底边微黄 再次翻面 烙至两面金黄 把饼立起 利用两个铲子 不动的推动 使至边缘受热均匀 呈金黄色 烙至边缘处也呈这样的金黄色 按压快速回弹 就是熟透了 这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这样做出来的发面饼 因为水分特别的充足 软软的绵绵的 像面包一样 特别的好吃 蓬松轩软 喜欢的您也赶快试试吧 记得关注我哟 我们明天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奶香发面饼 首先盆中倒入60克的牛奶 放入3克的酵母 先给它搅拌 搅拌至酵母融化 放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打入两颗鸡蛋 加入20克白糖 20克的油 搅拌一下 搅拌至颗粒状 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软一点的光滑面团 盖盖发酵至两倍大 看一下面团已经饧发好了 给它搅拌一下 排干净空气 直接擀成长方形的大薄片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大薄面片 然后均匀的涂上一层油 再撒上一层白芝麻 这样做出来的饼更加香 然后从一边给它卷起 卷得紧实一点 切成均等的段 拿过一个剂子 整理一下 压扁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 再次醒面15分钟 平底锅预热 放入黄油 包包的一层就可以 如果没有黄油 可以用其他油代替 用黄油更有奶香的味道 放入醒好的饼皮 全程开小火了 盖上盖子烙至二分钟 时间到给它翻一个面 烙至底部金黄 再烙另一面 再烙二分钟 小火慢烙 煎至另一面变色 给它翻过来 小火再焖一分钟 饼的两侧烙至金黄 再把它全部立起来 烙一下边缘 边缘出现金黄色 不断的给它翻滚 让它整个边缘都变成金黄色 烙至边缘全部变成金黄色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颜色特别的漂亮 看一下这样做出来的发面饼 颜色漂亮 特别的鲜软 看一下奶香味十足 比面包还好吃 一层一层的 喜欢的朋友们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记得关注我哟 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好吃的发面饼 全程不用一滴油 咸香美味,好吃一做 下面开始制作 首先盆中放入500克普通面粉 擀压好的小红香放入面盆中 放入5克酵母 5克白糖 5克盐 用260毫升温水和面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面团 盖盖饧面半小时 饧发好的面团 直接取出搓揉排气 搓揉好的面团直接按压扁 擀成薄饼状 搅成这样长条形的大薄片 撒成一层干面粉 两边向中间折叠 继续擀长 擀宽 擀成长条状 再撒一层干面粉 再次往中边折叠 再次擀长擀宽 重复三次 擀成厚度大约为一厘米左右的长方形面饼 利用小碗扣出圆形面饼 这样就可以了 扣出这样的小圆饼 盖上保鲜膜 二次饧面10分钟 饧好的面饼上 利用一个叉子 上下扎两个眼 防止烙的时候 放入五包 电饼铛提前预热 不用放油 直接放入饧好的饼皮 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先烙三分钟 时间到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 再烙一分钟 烙至饼皮 两面都成虎皮色 即可出锅 看一下小葷香发面饼就全部出锅了 这样烙出的发面饼 全程不用一滴油 特别咸香又美味 小葷香能起到散寒的作用 做发面饼的时候 可以放一点小葷香 掰开看一下 特别的有嚼劲 清香又美味 喜欢的您也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海娟 今天做个好吃的奶香发面饼 特别的简单一做 从来没做过发面饼 一次也可以成功哟 首先盆中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3克的酵母 200克的温牛奶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面团 盖盖发酵至两倍大 面已经饧发好了 稍微揉一下 排出里面的空气 取出来 直接放案板上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成均等大小的剂子 拿过一个面剂 右外向里搓揉均匀 然后给它整理成圆形 按压扁 这样就可以了 拿过第一个面团 直接擀成圆饼 装 这样就可以了 大概0.3毫米厚 饼坯就全部擀好了 盖上保鲜膜 饧面10分钟 电饼档不用提前刷油 放入擀好的饼坯 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烙着2分钟 时间到了 给它翻个面 盖上盖子再烙1分钟 看一下 烙着两面金黄 饼明显鼓起 按压快速回弹 这样就可以了 奶香发面饼也全部做好了 看着就好吃 赶快尝一个 嗯 软软的 特别的好吃 这样做的奶香发面饼 无糖又无油 吃起来特别的健康 口感也特别的好 喜欢的朋友们赶快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 大家好 我是海娟 今天做一个超级简单的发面饼 特别的好吃 简单 又什么事 尤其是特别的渲染 看一下这个渲染的程度 如果你喜欢吃发面饼 可以一起做起来哟 首先盆中加入普通面粉500克 放入5克的酵母 10克白糖 促进酵母的发酵 再打入两颗鸡蛋 搅拌一下 再加入温水 边倒边搅拌 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至这样细腻的 西面糊状态即可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看一下 面糊已醒发至明显变大 这时候 我们充分地给它搅拌一下 排出里面的气体 面糊搅拌至原来的多少 这样就可以了 电面糊 预热 刷油 涂抹均匀 然后我们先倒入一半的面糊 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平整 整理均匀 面糊的表面 在这边 我们淋入少许的油 然后盖上盖子 开上下火 中火先烙三分钟 时间到 哇漂亮 看 鼓起来这么多 我们给它翻一个面 盖上盖子 继续再烙二分钟 二分钟后 我们再次给它翻一个面 盖上盖子 上下火再烙一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 看一下烙着饼的两边都变成金黄色 按压边缘处 能够快速回弹 就证明熟透了 至少我就可以出锅了 第二张大饼也出锅了 这样烙出的大饼特别省事省力 切开一个看一下 表皮酥酥脆脆的 哇好烫 里面蓬松暄软 这样做出的发面饼 两面金黄色泽饱满 做起来省时又省力 真的能成为懒人发面饼 关键是还简单 如果你喜欢 就记得试试吧 我是海娟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 大家好 我是海娟 今天分享一个发面饼的新做法 家人们如果想吃又鲜又软的那种发面饼 可以跟着海娟一起做起来哟 大盆中放入普通面粉500克 加5克的酵母 少许的白糖 促进发酵 加入2枚鸡蛋 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纯牛奶 边倒边搅 牛奶的量要根据鸡蛋液的多少来决定 搅拌至絮状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软硬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 发酵至两倍大 经过40分钟的饧发 面团明显变大 手指戳进去 不回弹即可 取出饧好的面团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看,这个面团是不粘均匀的 特别柔软 揉好的面团 直接搅成长条状 下成均匀大小的6个面剂 取过一块面剂 右外向里翻转按压 多搓揉几下 使表面光滑 整理成圆形 按压一下 轻轻按一下 轻轻按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剩下的都做完 翻转按压 多按压几次 整理成形 按压一下 面剂全部做好后 底边铺一层油纸 防粘 把面剂子放在油纸上 盖上保鲜膜 二次饧面十分钟 生坯饧发至明显变大 电面称提前易热 刷少许的底油 放入饧发好的生坯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烙至二分钟 烙至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漂亮 漂亮 盖上盖子 再烙一分钟 翻面看一下 烙至两边都成这样的金黄色 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先把水烧开 水开后蒸15分钟 时间到关火 开盖 哇 漂亮 出锅了 蓬松软软的大方面饼 出锅了 出锅了 看一看 看一看 不塌陷 不回缩 像面包一样 掰开一个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 特别的蓬松 家人们如果喜欢 有时间试试吧 我是海娟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海娟分享一个好吃的奶香味发面饼 全程不用一滴油 清爽又好吃 看这颜值 馋到你了吗 如果不喜欢吃油腻的 可以完全复制海娟的方法 保证您也能一做成功 盆中倒入250克的清水 加入50克纯牛奶 放4克的酵母 50克奶粉 奶粉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增加减 再放20克白糖 把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看到酵母基本融化后 我们取一斤的面粉 放入一克的无铝泡打粉 建议的可以不放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 边倒边给它搅拌 搅拌至面絮状 揉成面团 把面絮简单揉成团 我们直接移到案板上 用推拉搓揉的方式 把面揉匀 揉至细腻 把面揉至表面光滑的状态 盖上面盆 先饧上15分钟 饧好的面团 我们给它简单揉一下 搓成长条状 下成均等大小的面剂子 一个大约120块左右 取过一个面剂 给它优越像里叠加 整理成圆形的馒头状 依此类推全部做好 取过第一个做好的面剂子 压扁 用擀面杖擀成圆饼状 这个饼要有一些厚度 大约在0.3厘米左右 擀好的饼皮 盖上保鲜袋 醒面15分钟 看一下饼的生坯 基本上醒发至一倍大左右 饼层提前预热 不用放油 放入生坯 盖上一个高一点的盖子 烙至一分半钟 我们给它翻面 漂亮 翻面以后盖上盖子 保持饼里的水分 继续烙 另一边同样 闷烙一分半钟 我们给它揭开盖子 翻面看一下 哇,漂亮 两面都上色 金黄金黄的颜色 按压边缘 快速回弹 就证明内里已经熟透了 出锅 家人们看一下 奶香味的发面饼就出锅了 全程不用一滴油 真的是清香又好吃 如果家里有小孩和老人 不喜欢吃油腻的饼 一定要试试这一款 奶香十足 掰开里面咱们看一个 蓬松轩软 像面包一样 自己在家做 健康又美味哟 我是海娟 咱们下期见 再次来 再次来 再次来